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妹子还做了一个俏皮鬼脸 手上比了一个威 完全是心情超好的样子 但最让所长惊讶的是 花絮里居然看到了剧组自己在片场搭房子 原来戏里的房子都是这样子来的 看完之后啥也不说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疯狂点赞贵求偏方爸爸 快点出新片花呀 前几天全亚洲的迷地迷妹都心碎了 因为宋仲基和宋慧乔这对高颜值CP结婚了 就连他们请去婚礼的嘉宾 也全是男神女神级别的人物 不过妹子们最关注的 当然是新娘乔妹身上的婚纱了 乔妹的白色长婚纱 完美地秀出了她的锁骨和小蛮腰 帕帕秀也称得她像公主一样甜美 但是有的网友却觉得 这件婚纱看上去很廉价 设计也不好看 于是最近法国某时尚品牌 公布了婚纱的制作过程 乔妹的婚纱可是货真价实的高档品呢 原本是黑天鹅绒材质的秋冬新品 为了环保 在乔妹的要求下改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样子 真是人美心善 这样美美的婚纱 就该配乔妹这样的美人呢 萤火虫可以说是最幸福的粉丝群之一了 因为最近总是有各种style的新鲜照丽影可以填评 今天网上曝光了营宝新拍的科幻武侠短片《幻黎露》 她一人分饰两绝 一个是科技感十足的未来女战士 一个是霸气美艳的古代女王 穿紧身战士装的她看上去更苗条了 而女王装的超重头饰也是很华丽的负担了 今天还有另一个福利 就是营宝的某广告花絮出炉了 营宝穿着白T和黑纱裙 还抹着限量营宝色唇膏 敲清新敲可爱 她还对着镜头不停勾勾手指发送wink 最后还要送一串飞吻 所长想问问摄影师 这么近距离被营宝放电 心脏还承受得了吗 接受完营宝飞刀的营火虫们 在你们幸福的晕过去之前 要记得把截图保存好哟 之前在秀春刀2上映时 许多人都在为大秘密饰演的北斋先生填评 只是没想到 这个让男神张震当备胎的情侣子 心里喜欢的却是霸道王爷 最近网上曝光了北斋删减戏份的造型 她穿着青色的宫装盘起了发际 发际间还插满了华丽的头饰 这大概是大秘密有史以来最端庄的造型了吧 有网友猜测 剧情应该是沈恋入狱之后 北斋也被抓进了宫里 但是最后她逃出宫到杭州去了 除了北斋先生出来刷存在赶 还有一个大秘密的旧角色 最近也来了一发回忆沙 昨天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张和大秘密的合影 大秘密戴着厚厚的毛线帽 穿着白色休闲卫衣 长长的卷发慵懒地垂在肩上 最重要的是 她还戴了假刘海 这样的少女造型 让许多网友想起了北爱里大秘密饰演的杨子熙 有网友还合成了一张六年前的杨子熙的旧照 和大秘密这张合影的对比图 颜值居然完全没变 大秘密自己永远是美美搭 但是她晒出的自家新领养的猫咪 却被网友吐槽了颜值低 不过吸猫狂魔 大秘密毫不介意 巧的是 神仙姐姐姐刘一飞 昨天也晒了自家的宝贝猫 看来仙女们都是共通的 晒猫也要选同一天呀 其实大秘密和神仙姐姐一样 是爱猫领养大户 09年收养了第一只小黑球 后来在四川又收养了朵朵和妮妮 三生剧组给她带来了树叉 现在扶摇剧组 又让她多了大仓这个新朋友 看来下辈子要做一只猫咪 因为被小仙女收养 也是一种幸福啊 今天是杨子的25岁生日 一向活泼率真的小猴子 收获了满满的生日祝福 第一个准时零点送祝福的 当然是她的亲戚男友了 秦俊杰情真意切地发了一段话 深情地说小猴子是最好的 狗粮撒了一地 师姐看亲子 泼了她和小猴子 在拍亲爱的客栈时的湖边自拍 还说要带小猴子去浪漫的土耳其 欢乐送姐妹花里的刘涛 晒了自己和小猴子 紧紧搂在一起的亲密合照 而乔欣嘴上说着小猴子 是她永远的小蚯蚓 晒的却是她和小猴子 两个人的鬼脸丑照 这种迷之角度的自拍 可以说是完全甩掉偶像包袱了 小美美美蒋欣在评论里 叫小猴子是小宝宝 这么多不同的昵称 小猴子真是团宠无物了 不仅国内有这么多 圈内好友的祝福 国外也有粉丝打的国际call啊 小猴子的巨浮美照 今天出现在了 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 这样的应援也是666 这是全世界都在 为小猴子庆生的节奏啊 所长在这里也祝小猴子生日快乐 永远健康美丽啦 童年回忆去 《家有儿女》就像一座宝藏 不管过了多少年再看 总是能发现新的笑点 最近有网友在重温 《家有儿女》时 发现有一集里 刘欣全脸敷着白面膜 妖娆地走到客厅 一副精致男孩的样子 而她敷的面膜白得吓人 跟一般的面膜不太一样 于是就有网友调侃刘欣 这是不是敷的土改叶 结果更多网友 加入了这个猜谜大戏 有说面粉的 石灰的 牙膏的 甚至还有人说是白纸杰油 所长也是给大家的脑洞贵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刘欣的脸 得是多么无间不摧的神奇肤质 才能经得住这么多摧残呢 咋呢你 咋呢 我把人家什么都干不了 你没事撑的 你弄什么面膜啊你 我最近脸上 我发干了好多小哥子 怎么那么臭脑啊你 哪有十几岁男孩子抹面膜的呀 等我说了感应我就试试呗 那你也不能把眼睛都瞪上啊 这没经验嘛 这不是你老的孩子 这张面膜引发的笑料 足够所长笑到明年了 期待你们能发现 精致男孩流星的更多笑料 分享出来给大家多乐一乐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